大家好我是Paul 周六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这是我们梁晓玉同学建议的一个题目 就是这个人叫做Adam Levine 他是魔力红Maroon 5的主唱 他干嘛了呢 绯闻缠身 Scandal Scandal这个字绯闻 那什么样的绯闻呢 Well 他结了婚有小孩 但是他却网路上把妹 那我在另外一个报道上看到一个字 我觉得非常有趣 叫做Quarter Ass 所以我们现在介绍这个白痴字 Quarter Ass 他来自于一个字叫做Half Ass Half Ass难道是半个屁股吗 这样想也没错 什么是半个屁股 好总之 如果你做一件事情 做个半吊子 你就弄一段就好了 打扫擦个半干净就好了 所以不把事情做得漂漂亮亮 只做到50%60%半吊子 这个就是Half Assing 所以如果我跟你说 今天你好好的读书 明天数据给我考好一点点 Don't Half Ass it 不要给我半个屁股 所以这个Half Ass可以当动词 简单的说 那什么叫Quarter Ass 那一半是Half 四分之一叫做Quarter 一个Quarter 所以我们讲说那个一块钱的四分之一 25Cent 那个也叫一个Quarter 所以Half Ass的一半就叫做Quarter Ass 也就是说你连他妈一半都不愿意 达得到 你只用四分之一的力来做这件事情 那你说 网路上把妹 还有连四分之一 就是指出四分之一的力 是什么概念 好 那这个报导在说的是 这个人把妹 连他妈的 就是 连努力都不想努力 就是躺在那边 觉得人家就会来跟他干嘛 这样子 我再讲清楚一点点 我们一般来说 这种比较有名的人在把妹的时候 他们都会小心的 把自己的那个行径 掩盖一下下 这个英文大概叫做Cover Your Track 像例如说罗志祥 或者是王力宏 我总是直接会想到这两个人 那他们怎么样Cover他们的Track Well 你至少带妹子回家的时候 戴个渔服帽 戴个墨镜 不要被电梯的监视器 拍出来是你那个王力宏本人 或者说是你透过经纪人来帮你约 帮你去买村 这样子 你不要自己打电话 打电话去应召战 然后说 我是王力宏 请送两个妹子过来 然后就 然后你隔天就被人家抱出来 你干嘛这么蠢 所以一般人 或者说一般 一般人也都会 更不要说是这种有名的人 他们应该是会Cover他的Track 那这个王力宏 什么王力宏 这个魔力宏 这个魔力宏的Adam Levine先生呢 他就连一点努力都没有 来Cover他的Track 也就是我的意思是 你知道在社交媒体上 现在蛮流行的东西叫蓝勾勾 有没有 你知道打过蓝勾勾就表示 你经过了Verification 你有Verify 确定这个账号是你本人 所以他就用他蓝勾勾的账号 直接去密一些蜡梅 所以那个蜡梅就 这是Adam Levine本人 因为他开玩笑多有名 他曾经当选全世界最性感的男人 所以Adam Levine在想要来勾搭我 那想要出名的妹子 当然你要传一些这种sexting给我的话 我就这里截图下来 还有什么跟你客气的 所以他就被人家截图了 然后截图就曝光出来 然后他就成为了一个笑话了这样子 所以这为什么这个网站上陈涛伟 他是一个quarter assing的人 因为他就是蓝啊 他连Cover自己的Track都没有做得到 好 不过我们看的不是那个报道就是 OK 所以我们已经先讲了几个字了 Cover your track 就把你的心中啊 稍微说掩盖一下下 这是动物界的一个词 像比如说假设你是一头鹿啊 或者你是一个种子小动物 那你会把你的那个走过的路啊 可能你会想办法把它掩盖起来 把你的气味盖住啊 以至于让你的predator 让你的那个猎死者 不是那么容易找到你嘛 所以 You gotta know to cover your track If you wanna do something that it's not gonna be popular among people 好 所以我们这边就来读一下 也不是读一下 就看一下说里面有些什么 我们学到了英文 我们把这边改成是文字版好了 好酷 All right 有些什么东西呢 像据说啊 他在把妹的时候 他甚至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跟那个妹子讲说 啊 这妹子啊 我想要把我第三个孩子 生出来的时候呢 我用你的名字来替他取名 假设你叫做美慧好了 所以我的孩子也要叫做美慧 是不是第三个啊 好像不知道哪里看到第三个 还是我记错了 反正总之这边说 他只有讲一个就是了 so 这个女生 他叫做Stroll Alleged Levine had asked her if he could name his child after her so name somebody 第三个没错了 expecting his third child 所以第三个孩子 然后本身娶的老婆 已经也是个model了 但总之男生是没有 对这件事情会感到满意的 即便你是model老婆 我还是要去出轨这样 所以他就要name his child after her so if you name somebody after somebody else 就是以那个人来命名 所以这个片语算是 蛮常看到的 甚至高中会考的第一个 然后呢 再来我们可以说一个概念就是 Adam Levine在被采访的时候 他就说 我没有跟人家偷情 但我的确行为过线了 我的行为超过了一个该有的那个准则线 那你是人夫嘛 你好像不太应该跟人家做一些那种sexting 大家知道这个字text就是简讯 那你把text前面的改成s开头的话 就是跟人家色色简讯这样子 所以你是人夫 你总之不太应该跟人家sexting 但他还是做的 所以他说的是 he denied the affair 因为那女生在他的那个tiktok 还是instagram上面直接就说 我跟Adam Levine有affair 那可是其实并没有 他只是跟他sexting而已 还是这个已经算是affair 所以我也不知道 说真的这个就看大家怎么去公平这件事情 不过网路上根本没有人在公平这件事 大家只觉得他很蠢 而且另外一个概念就是 他没有game 什么叫没有game 等一下我们再看 so he denied the affair but said he crossed a line during a regrettable period in my life 所以过了一条这个道德的线 所以cross a line 或者你可能讲cross the line 如果我跟你都知道 我们该有的界限在哪里 那那就不是a line 那是the line 所以有时候这个 尔根德的贯词 同学有时候还蛮挣扎的 那这边总之用的是 he crossed a line 他过了某条线 这个讲话就比较 我觉得就比较 摸你两可一点点 哪一条线啊 没讲清楚 他如果讲的是cross the line 那我们大概 或许还更清楚一点点 他跨了那个 婚姻中的男生 不太应该去跟人家勾搭的这一条线 所以他用了尔根德的选择 蛮有趣的 好 所以这里OK he crossed a line during a regrettable period in my life 那另外一个报道就笑他了 什么叫regrettable period 三小啊 六月 所以这件事情只发生了三个月前 现在九月 六月的时候跟人家 所以你那段时间有什么 好 regrettable 他也搞不清楚 好 这不管了 来 OK 然后再来我们看下去的 就是这一个 所以网路呢 才没有管你什么cross什么line 网路就是focus在一些 他传出来的一些这种 就是我刚刚说过 我们要讲一下 他no game 什么概念啊 就跟女生在搭讪的时候 你程度上会有一些 我不想说这个可以翻译成套路 可是总有一些准则 总有一些你的 你怎么去释放魅力的一些做法 是你常常拿出来使用的 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也没有game 我也不太有 但是你知道我大概加减会弹一点吉他 也很多人说我的声音还不错 所以声音跟弹吉他 大概就是我的game 所以这个game就是能够在男女的游戏中 对不起 我就不小心把它讲成良性的而已 总之在这种 我们传统下良性的这种互动中 你怎么去吸引异性 你的手法是什么 这就是你的game 这样子 所以网路 The internet has continued to zero in on some of the alleged messages 所以什么是zero in on something 所以这整个片语 一个叫zero in OK 可是我们还会再加一个接系词叫做on So we zero in on something 什么概念 就是focus zero是零 你想象一下 我在瞄准你 拿一个狙击枪之类的 然后计算你的距离 I'm zeroing in on you 我就focus在你身上 这样子 所以这是focus的概念 所以网路持续的focus 在它一些被生成出来的讯息 而有一些讯息 就包括这边说的 It's truly unreal How freaking hard you are 这是它其中一句 大家都一直笑的 为什么这句会被人家笑 为什么 你看 It's truly unreal How freaking hard you are 这句话怎么了吗 好 它的概念是 原则让男生 你不太应该这么轻易的就 lavish一些这种赞美在女生身上 而且这个赞美 丝毫没有任何的创意 OK 有的时候女生会希望你讲一些话是原创性的 OK 所以或许我把它翻成中文 就我今天看到你是辣妹 跟你聊几天 聊几句天我就跟你说 我真的觉得你超辣的 这句话听起来就会让人家觉得 你真的普性男 OK 好 所以不要说那么没有创意的 只是单纯的这种狗屁称赞 那下面还有一句 也是一样 也被人家笑 什么呢 我先这边找一下 那另外一句他说的就是 呀这个 I may need to see the booty 或者找 booty给你看 所以另外一个screenshot 他说了 I may need to see the booty in a message to a woman 好 那这句话又怎么样表达 所谓叫做没有game呢 一样 booty是屁股 所以他可能在跟这个女生 就是说 那女生可能自己称赞 自己说 我的屁股是怎样 我很厉害之类的 然后或者说 我的身材很棒哦 什么这些的 那人自己称赞自己是可以吗 对不对 你自己 我们会去embellish你自己 那但是那个时候 对方要怎么回应你这句话 right 那这个Adam Adam Adam Levine 他听了说 我觉得女生说自己的身材不错 那他就回应 他说 我可能需要看一下你的屁股 才能确定你身材不错 就这都要很烂 OK 所以这是为什么网路上说他no game 所以这个I may need to see the booty这一句 就成为了一个谜音 现在网路在疯传中 OK 好 那你看这边说 这边一个人说了 好 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就是那个 It's truly unreal how freaking hot you are 这一句嘛 对不对 那下面一个人其中一个回应就是 The most embarrassing thing about Adam loving cheating even more than the cheating is the insanely cringe flirting 一个人就tweet 好这句话我们稍微看一下 最感人 最让人家感到很尴尬丢脸的 有关于Adam Adam Levine的这个出轨这件事情 那甚至 这件事情给人的embarrassing的感觉 超过了出轨本身 所以最令人感觉到embarrassing的 甚至超过出轨这件事本身的 就是他的flirting的部分 是疯狂的超级的cringe cringe这个字我们有说过上个礼拜 也不是上个礼拜 说了好多次就是让人家觉得 不舒服 就是cringe这样子 让人觉得反胃一下 很cringe OK 好 所以 他的flirting非常的非常的cringe 那什么概念 刚刚讲给你看这两句 你真的超辣的 听起来超普性难 那你看下面的另外一个人 他又加了一句 like man you were named sexiest man alive at a point and you have zero game pathetic 所以这个人说的 所以他再翻译一下 这个man就是 我们讲的语注释 man you were named sexiest man alive at a point at a point 就曾经有一度 曾经有一度 你被大家命名为 全世界最性感的男人 you were named sexiest man alive 你是我们活着里面最性感的男人 你曾经一度是 那你不应该有点矜持吗 对不对 这么性感的男人 你想象一下金城武 看到一个辣妹 然后会跟他直接说 我觉得你好辣 我要讲饿你 这样子 金城武不会做这种事 因为他致辞身份 基努理为 绝对不会跟一个妹子说 你真的超辣的 impossible 因为他们自己有一种高度 他们不会那么轻易的 lavish一些这种很浮夸的称赞 在女生身上 可是Adam Levin 做了一下这样的事情 所以 like man you were named sexiest man alive at a point and you have zero game 你完全没有任何的game 太夸张了 所以pathetic 你太惨了这样子 好 这个部分我讲了好久 希望你真的听懂了 so 给男生的同学 you gotta have some game you gotta have your game 像我自己发展出了 弹吉他的这个game 你有没有什么game 你如果特别会讲笑话 讨女生开心 that's your game 你如果今天很有钱 你开个什么名车 用这种东西来impress女生 虽然说可能让人家觉得 太物质了一点点 but still that's your game 但至少这是个game 对不对 好 我们今天一直在讲game这个词 希望你是懂了 好 到这里其实好像也差不多了 我要讲的字似乎也没多少 那总之下面讲了一大堆 就是说 反正就是很惨了 就大家笑他 笑他的部分 都在说的是 truly unreal how freaking hot you are 的这一个部分 OK 那大家的那个meme呢 就常常 就往这个 就把这个 这句话拿来 拿来糊稿 怎么糊稿 拿来二创 他说的 像这边有一个人推 他就说了 他去弄出了一个 他拿一个东西去微波 要吃 然后他把它弄出来之后 好烫好烫 truly unreal how freaking hot you are 所以你真的好烫 所以这句话 这两个搭配在一起 蛮搞笑的 那另外一个人说的是 我啊 我跟我的MacBook 就你知道苹果那一台 放在我的大腿上 那放在大腿上 你知道笔电会很烫 对不对 说 oh it's truly amazing truly unreal how freaking hot you are 你好hot 因为你知道我的大腿上 好了不好笑 可是 这就是大家拿这句话 拿去做出来的一些梗图 一些迷因图 一些迷因 ok 听懂就好了 那我们讲到这里 大概差不多了 其实 我们或许今天学了一些字 包括有cover your track 所以你要是名人的话 要是我今天去做 我不是名人 可是即便我不是名人 我也会觉得 我不想要让我的私生活 呃 到处拔眉什么干嘛的 被大家看得那么清楚 对不对 so I cover my track right 那half ass是做一件事情 做了半桶水 ok 不尽全力 那你比half ass都不如 quarter ass这个字也是有的 我只好urban dictionary上面已经有了 所以quarter ass这个词 你可以很放心的把它学起来 你使用上大概 你在台湾使用可能会不太容易看得懂就是了 但总之你从这里学到这个字了 那就好了 scandal是绯闻 所以这没问题 那texting可以 sexting就是涩涩的跟人家穿简讯 name somebody after somebody 所以用一个谁来做命名 可以 像例如说 外国人很喜欢把儿子用祖父的名字 就来取儿子的名字 so I name my son after my grandpa 这没问题 所以用祖父的名字来取儿子的名字 好 你个人之间超过了一条该有的这个礼貌的一个界线 you cross a line or you cross the line if you and I both know what that line is 这样子 so zero in on something 就你focus在什么东西上 好 没问题 好啦 那到这里大概可以了 希望大家都有game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